好 說完了英國的自戀人士 就來講自戀的代表的這個國度 美國這個地方的自戀人士 很不幸的 可能英國皇室就是那兩個人在那邊自戀 其中還有一個是美國人 然後現在兩個人都住美國 美國這個地方是有一半以上的人 有這種受害者的心態 同時又自戀的傾向 經過了一個多月的審理 還有快要兩年 快要三年的審查 紐約州的檢察官定罪了整個川普集團 兩項稅務罪 就是他們找了這麼久 兩年喔 只能找到川普少付稅的概念 那如果你在聽我們的這個主流媒體的話 你就會真的認為說 我們真的抓到川普了 川普真是完蛋了 川普無處可躲了 我好像常聽這樣的東西耶 今天是一個 turning point 今天是一個轉眼的 對神經歷不是很糟為總統的 我們在 tad一陣子 今天是一個轉眼的 我們是一個轉眼的 這中間的長遠 最終結 今天是一個轉眼的 We have another bombshell Mike Pence might have to assume the office of the presidency The call for impeachment Rumblings of the word impeachment Breaking news Another bombshell out of the White House I believe 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I do too It's really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He may be feeling the walls closing in on him All the walls closing in on him The walls closing in on him Breaking news, a new bombshell One astrologer says this means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for President Donald Trump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of the Trump presidency Trump will resign Trump is going to resign Is this the tipping point? I know we've said it over and over You think this is a tipping point? And over and over This is a tipping point And over and over Breaking news, President Trump off the rails That was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today OK 可能是这些左派或是自由派 曾经是个放羊的孩子 他们现在还是个放羊的孩子 但是 这次真的不一样 OK 川普就是这次死定了 是吧 我们现在这里就已经看到 纽约时报 OK 这个左派的报纸 对这件事情的报道了 那上面写的 这个这篇报道非常的清楚 Title 川普集团因为税务诈欺而被定罪 然后 内容是 川普本人并没有犯罪 而且没有法律责任 而且 连起诉都没有被起诉 但是 这个税务诈欺的赔款是 162万 这个数字对我来说可能是天文数字啊 但是就连纽约时报都说这个是对川普来讲就是鸡毛算笔的钱 纽约时报上面写的是 A rounding error for Mr. Trump OK 那162万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比民主党浪费纳税人的钱来去调查这个案件少很多很多很多的概念 但是根据纽约时报这个判决是有意义的这个判决是 Highly Public Reckoning 高度的公开认证 把川普本人还有整个川普集团塑造成一个虚假的无耻的黑心企业 现在川普集团最有名的将不会是他们盖的饭店 或是川普个人的成就 而是川普集团犯罪的事实 那各位对这个判决有什么看法 可以写在下面的这个评论区 不过在这边纽约时报说的就是 这个判决不会在法律上对川普造成什么损伤 162万也不会在他的经济上造成什么问题 在政治层面也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但是纽约时报非常的确定 这个会改变人对于川普的观点 对于川普的看法 他们认为他们花了这么多时间 七八年花了这么多钱 为了要抹黑这个最有争议性的总统 试图要把他定罪成一个性变态 暴发户疯子暴力狂 甚至这个是叛国贼 全部都失败的情况下 纽约时报认为这162万就会让他一蹶不振 这个就是 这些左派的媒体有多自恋 多无知 还有多么的受害者心态 那这个样子的受害者心态 会造成什么样的社会呢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整个文明的衰败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